炉子感觉特别的震撼 这个手抓奋都能退股 哈善美伴 我们现在在广州公平此见 每个城市尽量选两家烟熏烤肉 那么今天在广州选的第二家烟熏烤肉 是一家中东的烟熏烤肉 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Let's go Can I drink here? What is this? Wine Can I drink wine here? Wine 那我先放车里 他这边不能喝酒 带都不能带进去 我们还没开始点他们那些酱 几个配菜已经给我们上了 我感觉这个炉子感觉特别的震撼 它这么大一排全部都是烟熏炉子 然后这些就是刚才准备的配菜 它这边主要是羊 它是青生的 那我们来一份羊煎的 然后再来一份牛肋 它这个牛肋骨是468三根的 小哥要给我表演 Oh amazing Wow 14个小时 哇 哇 它的肉全部会掉下来了 这是牛肋骨 哇 这就是牛肋骨 OK 谢谢 然后它再把我塞回去 这牛肋骨骨还可以 它会配一点配菜 Yeah Yeah Go ahead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肉我感觉跟美式烤肉 没什么关系 就我感觉更多的像那种中东的烤肉 羊肉其实已经 我根本拿不起来 这个肉完全是烂光了 然后我们来一烧烤 这个肉跟我们的新疆的那个肉很像 但是它是用的是一个焖烤的方式 它那个锡子包住之后 它里面会有汤汁 然后会有蒸汽 蒸汽一烤之后 整个肉就不会那么的干了 那这样的话 它整个肉吃起来 就是湿湿的 温温的 而且可以说 没有任何的烟熏味道 跟烟熏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它的大蒜也是狂烂 我觉得全程锡子包住 有个大问题 就是它基本上汁水都流失了 但是有个好处 它有水也没有 就吃起来完全不逆 来个焦 就没办法喝酒 我觉得真的好难受 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七种酱 我感觉它这个有点放了芥末 再放了一点柠檬 酸酸辣辣 很清爽的一个味道 就很解腻 我挺喜欢这个酱的 我们再尝一下这个酱 来一小口 这是现打的番茄 真的很好吃 我们接着再来试一试它的那个牛肋 也是感觉出烂的不行 来我们轻轻松松退骨 哇 我们看一下这个肉能不能撕开 哇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牛肋骨的味道怎么样 我觉得它的味道其实就是我们新疆那边的味道 自然而为很重 它跟那个美食烟熏没什么关系 它是有很多香料的那个味道 就很自然 然后它香料就感觉是在面上 都是杀进去的 我觉得肉还是选的还可以的 也不柴 来我们来一口小辣椒 塞两口蒜进去 现在来点中中特色 而且这块肉 你看我都基本上找不到肥肉 全是瘦的 你看它的筋膜基本上可以捏烂 最后我们来一点手抓饭 看看这个手抓饭能不能退过 哇 这个手抓饭都能退股啊 你给它讲 手抓饭是不是要这么抓的 这一口先给粉丝老爷们吃 自制的阿拉伯手抓饭 我觉得它的饭 在那个问题就是很香 但是很散 到了嘴里它没劲 然后我们点了一份阿拉伯的面包 它这个面包感觉有点像塔扣皮 这么大一个 它这边的虾我试了一下 一半是成品浆 一半是手工的 这个番茄 我觉得这些全都是那种 墨西哥中东的吃法都好像 来这一口观众老爷们写 我盖了 我感觉一口回到了 托斯哥吃不乐了 这么香吗 嗯很清爽 再配一次 Thank you Where are you from 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OK 怪不得 终于知道它是哪里的风味了 来最后一口 蘸一下这个酱 这是烤肉酱 它用碳的 这顿消费是926块钱 终于知道为什么没有烟熏味道了 他们用的是碳 不是用的是木头 这个是一 然后老板刚才跟我聊天说 他在德克萨斯 教了16年的那个烟熏烤肉 我觉得这忽不了我们 忽忽小白可以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我觉得今天的所有肉吃下来 跟smoke没关系 甚至我觉得新疆烤肉好吃 而且它那个牛羊肉 这两个 大家喜欢吃什么肉就选什么肉 因为我觉得都是七八十分的水平 两口味都是一样的 还有 而这家店 他自己的这个赛道 目前没人跟他敬之 这期分享到这里 那么下一个程式 大家想看哪个烟熏烤肉 评论区告诉我们 下期见 拜拜